这是一台2D打印机 这是一期2D的视频 而这是一台3D打印机 你肯定听说过3D打印不止一次 我自己也用它做了好多DIY项目 但是我猜大部分人还是没觉得 它是一个值得抱回家的东西 两年前我也考虑过自己买一台 结果一看 发现组装起来比宜家还难好几倍 这不扯的吗 还是淘宝代打划算呀 不过事情在过去的两年里 发生了很多变化 到现在我觉得3D打印机 已经低价加易用到 普通人可以当作是一个时髦的玩具 买回来玩的程度了 这是兔竹A1 是我最喜欢的3D打印机 它占地和一台E10咖啡机差不多 价格也差不多 闻起来也 竟然还挺甜 当我刚拥有一台3D打印机的时候 我以为我会用它打很多视频用的各种零部件 但实际上我打的都是 解压伸缩剑 解压弹簧刀 无线方块和旋转环 预防老年痴呆 全是解压玩具 而且他们在3D打印模型分享网站上 最近一年里下载次数最多的模型 解压玩具排名都很高 都有好几万次的下载 其他下载超多的 除了3D打印本身用的工具 就是各种带关节的龙 中国龙 外国龙 龙珠神龙 喷火龙 阿雷 喷火龙不是龙 它是增田顺一的力 一旦树 各种龙 这种关节玩具受欢迎也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只有3D打印可以做出这些 出厂关节就是互相嵌套在一起的设计 还挺神奇的 我在逛街的时候 有看到那种专门卖3D打印龙的摊位 有的直接现场放一台打印机再打 60厘米的多色龙卖138 而且还真有带着孙子的奶奶在寻价 如果在淘宝上搜3D打印玩具 卖什么价格的都有 实际上你如果自己打 材料费只要两元 当然包括爱打的解压玩具在内 本质呢都是没什么实际用途 也不够精美的儿童小玩具 我喜欢打它们也不是因为便宜 好吧 便宜是挺诱人的 最主要的是因为我发现 自己打印会让我和这些小玩意儿 产生一种情感上的连结感 即便是别人设计的模型 但是看着我在2D屏幕上浏览 感到喜欢想要的小东西 在空气中生成实体 慢慢长大成三维立体的模样 拿到手上会有一种熟悉又新鲜的感觉 这些瞬间我都会因为这种神奇感到开心 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我自己打印的第一个模型 就是这个测试打印效果的小船 Benchy 两年过去我还是能够找到它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拿到它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超现实 大家可能隔着屏幕感觉不到 给你拿着感觉感觉 亲自下达指令真的很爽 就像巫术一样 后来我又打了这一些 放在桌子上我经常忍不住拿起来把玩 而且这些都还只是开始 3D打印真正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固定成本很低的生产方式 不像传统住宿玩具有一笔高昂的开模起不价 做出来的塑料玩具必须得是爆款才行 3D打印只要有一个人想要 就可以让这个产品面世 也就是说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设计 因此得见天日 3D打印能帮你打开一个通往更多神奇设计的大门 这些都是商品经济提供不了的 神奇玩具在哪里 这次巫师就是你 比如国际象棋里有这么一个规则 当你的小兵走到对方棋盘最后一行的时候 就可以升级变成最强的皇后 但是你看这个 他可以靠自己变成皇后 这也太酷了 这个设计师还设计了能发射棋子的城堡 和很有战败仪式感的国王 当你被将军之后 你可以向对手献上你的剑 然后棋子就会坍塌 剑上面还写着 Fine, you win 还有这个是SC上一个设计师 自己创作并贩卖的战棋游戏 Battle Club和一般的桌游靠头子 只比计算伤害不同 它是这么战斗的 都是用手弹的 单位的HP、MP都是底座上的齿轮 转一下就能调整数值 很合理,对吧 炮弹同时也是头子 打出去以后 正面是几就造成多少伤害 很天才,对吧 而且造型、设计也都很可爱 可惜新出的几个角色还得另外花钱买模型文件 有脸子冲钱就能变强的感觉 你抢QB吗 另外还有一些很有想法 又有一点点实用的东西 比如多肉同时也是图丁 芦荟同时也是圆珠笔 向日葵同时也是台灯 这个普通的木桩 其实可以摊开变成一个国际象棋盘 蘑菇就是棋子 但这些小东西真的让我很喜欢 在所有这些小创意里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小五花果树 你们猜猜看它到底是个啥 它是一个 存钱罐 超级多次一举 但也超级有蚂蚁搬家一样的仪式感 我觉得家用3D打印机就是这样一个 能变出各种新鲜诡异小众玩具的 多拉3D梦口袋 玩3D打印机一定要学会的就是找模型资源 感谢本期视频的赞助商Surfshark VPN 有了它你就可以轻松的获取全网的3D打印资源 而且对于我这种经常在3D打印社区来回串门的人来说 它的CleanWeb功能可以帮我自动屏蔽广告 跟踪器和恶意软件 再加上Alternative ID的虚拟身份做掩护 冲浪体验要亲近不少 很贴心的是 它能为我提供独立的静态IP地址 每天在家和工作室不同网络环境之间来回切换 最烦的就是登录的时候跳出来的机器人验证 有了静态IP 这些麻烦就全省了 最重要的是 Surfshark支持无线设备连接 这对我这种电脑手机平板一大堆的人来说 非常方便 不用担心被踢 非常省心 而且所有套餐都有30天退款保证 使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就能获得Surfshark VPN超低折扣优惠 还会额外赠送4个月的使用时间哦 好啦 回到3D打印 我自己对3D打印机的喜欢 一方面是类似喜欢大玩具的那种 但说实话 即便3D打印机从1000开始就能正常打印 2000多3000多就可以满足大部分的需要 可真的花这些钱去买这样一个电子大玩具 在现在这个经济环境下 不能说是不奢侈 好在它还有另一个让我觉得很有现代美感的地方 就是只要你想 它确实可以摇身一变 变成一个生产力工具 按照最卷的淘宝定价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龙 买110条龙就能赚回一台打印机的钱 当然你要是能忽悠老奶奶给孙子买 那可能10条就够了 你不会真的在打这个算盘吧 千万别啊 这种模式就跟开复印店差不多 如果你要是真想赚钱 那还得是 3D打印代币 去街机厅投币 发现地球online刷钱bug 无限套利 只靠工具坐地发财 那肯定不现实 但如果你愿意学习 那3D打印一定会奖励你的努力 奖励你天马行空的创意 既用金钱 也用快乐 我自己开始接触小小的3D建模 其实就是因为先有了3D打印机 才激发了我逐渐强烈 无法满足的改造冲动 一旦你产生了一个你觉得有趣 或者实用的idea 并且能够设计生产 那你肯定可以在全国找到 至少50个人有同样的想法 那就可以卖给他们 不能保证赚太多 但绝对成就感拉满 我最近在闲鱼上就看到越来越多人 开始卖自己设计的3D打印产品 有的会结合一点点简单的电路 有的呢就只是纯塑料的小收纳盒 不管哪个解决的需求都特别的具体 我觉得3D打印这个技术 是一种生产工艺的民主化 我们从纯粹定制的手工艺 发展到了规模经济的低成本量产 再又回到了一个有点定制 又有点量产的按需制造 怎么说呢 会有一种大势所趋的感觉 不过我还是会继续使用它 打一些能史诗级促进人类科技发展的东西的 说了这么多问题来了 家用3D打印机怎么选呢 我准备了一个快速Q&A 尽可能的回答你的问题 第一台打印机怎么选 按照使用的耗材分 从PLA塑料 PTG 到亚克力 金属 尼龙 都有 看起来选择非常多 但如果你是第一次用 只需要在拓竹的A1和PES 两台之间选就可以了 A1是和大部分人也更便宜 还有超级现代的彩色脱屏 PS会更适合一步到位想打高性能塑料的工业风玩家 现在很多3D打印农场用的90款 那模型去哪里找呢 大家可以先从分享网站MakerWorld开始 网站上有很多很流行对3D打印很友好的模型 而且几乎都是免费的 相比于其他3D模型分享网站 你还可以跳过一些模型的准备过程和打印机的设置 总之在上面点一下就能开打了 非常适合入门 我视频里出现的免费模型 几乎都是从MakerWorld上面下载的 面接呢也会分享给大家 这个网站还有些其他使用的工具 比如生成立体标语 像素化什么的 大家熟悉基本操作之后可以探索探索 最后第一次打印 该选什么耗材 这期视频里出现的大部分玩具 90%都是用A1打的 用的材料大部分都是适合入门宝宝使用的 PLA聚乳酸材料 因为它主要有植物淀粉制成 所以打起来没有什么刺鼻的味道 而且它熔点低 颜色多 易存储 非常容易打印 如果你需要强度高一点 再耐高温一点 PETG也是很合适的材料 而且A1也能胜任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帮助到你的话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哦